然后在有了损失函数之后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新的工具函数 这工具函数可以对我们的每一组输入都创建它所需要的所有的mask 然后针对我们的机器翻译问题来说 它的每一组输入都是input和tudget input就是在圆圆圆中的句子 tudget就是在目标圆圆中的句子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transfer model中都需要哪些mask 其后对于我们的encoder来说 它需要一个mask 那就是encoder padding mask encoder padding mask 它就是说对于encoder中的padding的这些值 它是没有作用的 因而我不需要对它去进行attention 然后对于我们的decoder来说 它需要这么几个mask 第一个就是lookahide mask 这个mask的作用就是说我的tudget中当前位置上的词 不能看到之后位置上的词 因为之后位置上的词还没有被预测出来 然后第二个mask就是encoder decoder间的一个padding mask 这个mask是我们来干什么的 这个mask的作用是说我在做encoder decoder attention的时候 我的decoder中的隐含状态 它去和encoder的每一个输出去做attention 但是encoder中是有padding的 所以说在这里我的decoder是不应该在encoder的padding上 可以mask的其中encoderpadding mask是作用在encoder layer上 然后lookahide mask还有decoderpadding mask是作用在decoder的layer上 然后encoder decoder的padding mask它是作用在encoder decoder之间的attention的layer上 所以我们的encoderpadding mask它是作用在cf.attention encoder layer 然后这个lookahide mask它是作用在cf.attention decoder layer 然后encoder decoderpadding mask它是作用在encoder decoderattention cf.decode layer 回顾一下我们的encoder decoderattention它是在decoder layer的第二个attention层上去做的 然后decoderpadding mask它也是作用在cf.attention cf.decode layer上 所以说我们有两个mask是作用在同一个attention上 那就是lookahide mask还有decoderpadding mask 它们都是作用在decoder layer的第一个selfattention层上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decoder layer的第一个selfattention层上 它也是一个scaled.productattention 然后它只接收一个mask的输入 那么我们这里有两个mask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们在函数实现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两个mask给合并 也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语操作 就是说一个位置只要在这两个mask中的任何一个里面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被mask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几个mask 然后我们再来实现它 对于我们的encoderpaddingmask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电话createpaddingmask来获得 然后我们把这个input输入进去 而同样的对于我们这个encoder decoderpaddingmask 它其实也是在input上去做paddingmask 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用同一个mask 但是为了概念上方便理解 我们这里定义两个mask来处理它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lookerheadmask 它我们可以通过电源我们的createlookerhead的方法 来去进行创建 然后它传递的参数就是我的tudget上的第一个维度 然后回顾一下我们的lookerheadmask 对于一个句子来说 它创建的lookerheadmask就是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边长就是句子的长度 然后里面的值就是一个零和一的一个值 然后上三角是一 下三角包括对角线都是零 这是lookerheadmask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decoderpaddingmask 它我们也可以通过createpaddingmask去进行创建 然后传递去参数就是tudget 然后因为我们的lookerheadmask 还有decoderpaddingmask就作用在同一个层次上 因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合并 然后合并的方法就是语操作 然后在我们的实现中 我们得了这个mask的值 那就是被mask的部分是1 不被mask的部分就是0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的语操作 就和取对大值是等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用取对大值的操作来获得我们的总的mask 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lookerheadmask 这样我们的这几个mask就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这些结果 我们返回的这个就是encoderpaddingmask 还有decodermask 以及encoderdecodergeneralpaddingmask 好这样我们的创建所有mask的操作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下这个cell 然后因为我们只是定义了一个核数 没有电网塔 所以代码不会被执行 它这个cell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我们再取一组数据来对它进行测试 然后因为我们从tendetafide中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用数据去填充我们的buffer size的缓冲区 因为我们要做suffer 所以说这行代码之前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等待了一会儿之后 我们的这个程序就执行完了 然后就获得了tempinput 还有temptarget 然后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tempinput的shape 还有着temptarget的shape 然后我们再来调印一下 createmask的方法 然后把tempinput 还有temptarget传进去 然后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createmask里面的这些变量是如何去操作的 在这里我们在函数中来把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些变量的shape都给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在测试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些打印的代码给删掉 首先是encoder paddingmask 我们打印出来它的shape 然后是encoder decoder pidingmask 然后是lookaheadmask.shape 然后是decoder paddingmask.shape 然后在这里它有个提示带低雅 这个应该是一个务笔 然后就是我们的decoder mask 好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5个mask和变量都给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下这个cell 然后再运行下这个cell 然后我们发现对于我们这个tempinput 它是64乘以40的一个矩阵 说明它里面有64的样本 然后每一个句子的长度都是40 然后不是40的句子都被做了padding 也变成了40 然后同理tadget是64乘以39的矩阵 然后有64的样本 长度是39 然后我们的encoder paddingmask 它的大小就是64乘以1乘以1乘以40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函数实战也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实现中 我们给中间的添加两个维度 然后encoder decoder paddingmask 跟encoder paddingmask是一样的操作 所以它也是64乘以1乘以1乘以40的一个四维矩阵 然后我们的looker headmask 它是39乘以39的一个矩阵 因为它生成的应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矩阵 然后上三角是1 下三角都是0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decoder paddingmask 它是64乘以1乘以39的一个矩阵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就来了 就是说我们最后的这个decoder mask 它是由looker headmask 还有decoder paddingmask去组合起来的 也就是说它是由这个39乘以39的矩阵 还有这个64乘以1乘以1乘以39的四维矩阵 去求最大值得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它的这个shave是64乘以1乘以39乘以39呢 这是因为在tenderflow中呢 它对于这些矩阵操作呢 都是有一个自动的补权行为的 对于我的这个39乘以39的矩阵来说呢 它发现相对于这个矩阵来说 它少了两个维度 它呢就会把这个矩阵呢 复制很多份来补权这两个维度 于是呢这个39乘39的矩阵呢 就先变成64乘以1乘以39乘以39的矩阵 然后再把这个39乘以39的矩阵做了扩充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decoder paddingmask的这个第三个维度 它不够了 它是1 然后呢这个呢是39 这样呢它会把这个1呢 再扩充成39 扩充的方法呢就是把第四个维度呢 复制39份 这样呢它就把这个1呢 变成39 然后呢两个矩阵的shift一样了 他们就可以去做求最大值的操作了 然后在做了这个求最大值的操作之后呢 其实最后得到这个mask呢 它是既有padding的信息 又有look hide mask的信息 也就是说对于我decoder的每一个input 它既不应该看到后面的单词 也不应该呢去关注前面的在padding的单词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create mask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printer的这些代码呢给删掉 然后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更加明确了 我们在transferer model中所需要的这些mask的具体含义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回到我们之前的实现中 看一下之前的实现中所定义的那些mask 跟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mask呢 它们的概念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要改过来 首先呢我们回到我们的encoderLayer 在encoderLayer中呢我们只有一个mask 那就是encoderPaddingMask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给它改一个名字 然后在传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encoderPaddingMask 这里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一致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decoderLayer 在decoderLayer中呢我们函数传进来两个mask 第一个呢就是LookerHideMask 第二个呢就是PaddingMask 其中这个LookerHideMask呢它用在这个第一层的这个SELF Otension上 然后还有一个PaddingMask 它是被用在第二个MultiHideOtension 然后呢它是被使用在encoderDecoder之间的Otension上的 然后这两个概念呢相对于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mask的概念呢 其实是有一点冲突的 因为呢 在第一个SELFHideMask呢 它是LookerHideMask 还有DecoderPaddingMask的一个混合 然后呢在第二层呢它是encoderDecoder之间的PaddingMask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它做一个名字的改动 第一个LookerHideMask呢就变成DecoderMask 然后这个PaddingMask呢就变成encoderDecoderPaddingMask 这样修改了变量之后呢 我们的概念呢就更加的明确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使用的这个地方呢给修改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DecoderMask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由 LookerHideMask 和DecoderPaddingMask 混合起来的 好 这样呢我们就在Decoder中呢就把这个概念呢都给矫正过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改一些相关的代码 那这里呢没有什么要改的 然后同样的在EncoderModel中呢我们就把这个Mask呢改名称为EncoderPaddingMask 然后这里使用的时候呢也要改成EncoderPaddingMask 然后DecoderModel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LookerHideMask 还有PaddingMask呢给改名过来 LookerHideMask呢就改成DecoderMask 然后PaddingMask呢就改成EncoderDecoderPaddingMask 然后呢在使用中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改名 LookerHideMask改成DecoderMask PaddingMask呢改成EncoderDecoderPaddingMask 然后使用中呢我们也需要进行修改 然后使用中呢我们也需要进行修改 然后通理呢我们在TransferRound中呢也需要去进行修改 LookerHideMask呢就改成DecoderMask DecoderPaddingMask呢应该改成EncoderDecoderPaddingMask 然后使用中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修改 好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这些cell呢就修改完成了 然后呢大家可以把刚才我们所改的这几个cell呢都给重新进行一下 然后如果觉得可能会有遗漏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呢把所有的cell呢都再重新运行一遍 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把所有的cell呢都再重新运行一遍 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在运行的中间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在调用TransferRound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DecoderMask的这个参数 到这里呢我们是一个比误 应该是DecoderMask 然后呢我们在机的运行 然后很快呢我们的这个代码呢就直行完了 然后呢都没有问题说明呢我们刚才对IncoderLayer还有DecoderLayer的参数改名字的操作呢是正确的 嗯